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我听了许多道理 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常常有人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但其实道理听完之后是要拿来行动的 而不是纸上谈兵 如果想要过好这一生 不妨试试以下这三点 第一 道理虽好也要行动 有这样一则故事 徒弟问师父天底下谁最睿智 师父说 善于学习他人长处的人最有智慧 那么谁最强大 能够控制自己的人是最强大的 那么谁最富有 能够珍惜自己拥有的财富 知足者 并将财富用于帮助别人的人是最富有的 那么谁最值得尊敬 自重并敬重别人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 弟子听完之后说 师父所言显而易见 师父回答 是啊 显而易见 不过很多人做不到而已 大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许多道理你不是不懂 而是做不到 你也不是不理解 而是你很难说服自己去行动 其实在生活中 有许多看似简单的道理可以替我们答疑解惑 带我们走出迷茫困顿 明白了该明白的道理 经由这些道理汲取了教训或经验 并且去行动 你才可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第二 把好的道理变成你的习惯 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知道读书有用 所以你也曾在热情高涨时翻看过几页书 你知道运动有用 所以你也曾在兴致所致时去跑过几回步 你知道早睡有用 所以你也曾在心血来潮时 管当早睡过几次 但无论是三分钟热度 还是半途而废 亦或因为自己的懒惰和拖延 总之就是感觉很难坚持下去 于是许多人就自我安慰说 懂再多道理都无用 然后就心安理得地轻言放弃 其实我们之所以感到坚持很难 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并没有养成习惯 有一句话说 理可顿悟 事须见凶 道理容易明白 但只有把这些道理慢慢内化为自己的习惯 我们才会真正地从中受益 第三 不必事事苛求完美 想要做好一件事 但总是在犹豫中 不是觉得实际不成熟 就是觉得自己没准备好 想让自己不断成长和提升 但又总觉得无论怎么做都很难做到出色 仿佛永远都差别人一大截 想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 但又觉得优秀的人太多 即便再努力也很难超越他们 这种担心和顾虑表面上看是对自己要求高 有时候也是事事苛求完美的表现 当我们开始行动时 并不能总是一次就把事情做好 但请不要放弃 因为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有收获 比如你知道不断学习很重要 即使有时忍不住想偷懒 也不要轻易就躺倒 你要知道控制情绪 也许一次没做好 两次没做好 但只要不断去纠正 就可以慢慢变得很好 你懂得善待他人很重要 也许有时你还是会斤斤计较 但当你意识到这一点后 能不断地去调整 也会有所改观 所谓的道理 要真正都做到 的确非常难 所以不必强求一次就做到完美 要允许自己循序渐进 每次做好了一点点 你就离那个更好的自己又进了一步 你我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挑着大爱 我牵着马 引来日照 它迎来日照 送走 ordered订阅 轻轻去大际 suced 我把前线有处发 有处发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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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番春秋冬夏 一场场酸甜苦辣 感温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感温路在何方 路在脚 在脚下 感温路在何方 Zither Harp 你挑着胆 我牵着马 翻山涉水 两千双花 风云雷垫 人痴长 一路好过 向天涯 向天涯 在脚下 感温路在脚下 感温路在何方